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日前报道,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柯纳申科夫表示, 叙利亚武装组织和尤塔尔·A.L.C.M.的恐怖分子正在准备发起挑衅, 以便指责大马士革在叙利亚伊德利布省对平民们使用化学武器。 柯纳申科夫表示,化物挑衅将成为美国、英国和法国攻击叙利亚国有设施的借口。 他说,英国情报部门积极参与该挑衅行动,该行动应将成为美国、英国和法国对叙利亚国有和经济设施进行打击的借口。 美英法一系列高官8月22日表示,又以对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,做出最坚决的回应。 此举间接证实了美国与盟友准备对叙利亚发动袭击。 俄罗斯方面的情报一向准确及时,2016年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,具现就让俄罗斯方面向埃尔多安提供了情报。 因此,这一消息绝非空学来风,也就是说,美英把即将移化武器机为借口,对叙利亚进行军事打击。 当然,俄罗斯方面发出了强烈警告,毕竟叙利亚是其铁杆盟友,为了叙利亚,俄罗斯出人出力。 好不容易熬到了今天,抱住了阿萨的政权,在某种程度上而言,也保住了俄罗斯的利益。 那么,西方的肆意挑衅,显然是俄罗斯不愿意看到的。 今年四月份,美英把就曾对叙利亚,进行了一轮导弹空袭,事态没有进一步发展。 那么,西方缘合突然坐不住了,要对叙利亚进行再次打击呢? 首先,这可能是因为俄罗斯联军势头太猛,马上要收复叙利亚前进,西方不肯接受。 其次,可能是为了配合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的反扑。 据俄罗斯方面披露,有数千名武装分子带着重型武器和装脚车集结,准备进攻叙利亚、东哈马和阿勒普。 再次,马上额突发的四方,将就叙利亚问题进行磋伤,美英不愿意被孤立,而法国可能也需要更多的筹码。 最后,也有分析认为,内军正式图撤出叙利亚,化成沙特和以色列联军驻扎,而发动战争是为了达成这一兵力在部署。 无论如何,叙利亚的局势都已经非常紧张,可谓一触即发。 根据历史经验,只要递开俄罗斯的人员和装备,希望对射利亚进行军事打击,只是基本可控,后果也不难承受,但其为设立却是无庸置疑的。 表面是打击射利亚,更大的目标可能还在于敲打俄罗斯。 此外,面对俄欧的迅速走近,美国可能也需要一个机会,加强与欧洲的共识,共同应对俄罗斯。 一方面是与俄罗斯的谈判,一方面是配合美国动武,局势究竟会怎么发展。 法国方面的选择可谓至关重要,值得关注。 无论如何,西方国家动辄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军事打击的行为,都是非建议的,本质就是侵略。 军事手段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,只是被证明了很多次的真理。 因此,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,最好能早点放下手中的战争武器,不要凭借强力击凌他国。 这不仅不够道义,也是早会反视自身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